王陽明 楊敬華 任容萱還有張立昂 一同出席精品活動 個個都是盛裝打敗 尤其是換了新造型的Sony 快來說說最近在忙什麼 我過幾天又要去北京工作 然後再去成都 月底又要離開三個多月了 又要拍一個古裝戲 我第一個古裝 他會來看我的 因為我會很想他 所以他會來看我 我的天啊 真是要帥下一大票單身狗 我們還是把焦點 轉向錯視金鐘事後的楊敬華吧 我覺得這次不錯啊 就是 這樣的結果不錯啊 對啊就是 很特別很特別的經驗 怎麼好像有點強言歡笑 那現在心情有好一點嗎 有啦因為其實過了這樣四天 從 很失落 然後到 慢慢的 其實我覺得這是 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好傷 其實我覺得人就是要往前走 因為他就是停在那一夜了 那一夜過了就是過了 那就好 聽說之後還會有舞台劇 就讓我們期待一下吧 華束TV台灣綜合整理